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朋友过来的话 一定要让他带一个这个回去 特别的鱼给他带来特别的财 靠着这种鱼 他一亩糖能卖出16万元 看四川省雅安市的邹庆红 70岁依然正青春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致富经 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 在四川省雅安市有一种鱼 绝对称得上稀少 据当地统计数据显示 最少的时候这种鱼存量 只有一万条左右 当时谁要想吃上一口 那是真难 可恰恰是这种鱼 又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种美味 需求量大 供应少 很多人看到了商机 但真正从这里赚到钱的 是今天的主人公邹庆红 他把这种宽扬灭绝的鱼 实现了规模化 产业化 让一亩鱼糖能卖上16万元 邹庆红究竟是如何 把这种稀少的鱼 做成稀罕的财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有没有人说你臭美啊 不是臭美 本来就美 周庆红今年70岁了 但无论走到哪儿 他都要输出头 心里才能踏实 记者细说了一下 这一天他就输了十多次头 形象对别人的尊重 一种乱七八糟的 人家看了不舒服 那是神血掉吗 也真的经常 随身携带的 随身携带 70岁的邹庆红爱臭美 在当地是出了名的 还有一个让他名声在外的 是他养的一种特别的鱼 养得很成功 如今他的这家鱼场 年销售额达到上千万元 这不好抓 你看 抓了一条 抓了一条 哎呀 有鱼心 这个 这个肢也太大了吧 在吗 他就这样 我拿一下试试 我看看 拿哪里头是吧 这里吧 还是有技巧的 还行 我拿住了 这个 我抱住了 这个鱼活力也太大了吧 这种鱼活力尽头十足 虽然一条也就一斤出头 可记者和邹庆红两人一起 力量都难以抗衡 这种野性十足的鱼 就是邹庆红的财富来源 一条一斤出头的鱼 就能卖到四十元左右 就这样 邹庆红养的鱼 还非常抢手 最高峰的时候 一天就能卖到一千斤 靠着这种鱼 一年卖出上千万元 这让邹庆红兴奋不已 哎呀 我看了它我就高兴 哎呀 我就高兴啊 让邹庆红乐得合不拢嘴的 到底是什么鱼呢 这种鱼 在四川省雅安市 非常有名 而且鱼头里的一根骨头 很特别 一枚酷似宝剑的骨头 是藏在鱼头里的秘密 这也成了它代表性的标志 邹庆红告诉记者 只要看到这个骨头 亚安人一眼就能认出 是什么鱼 记者带着这根鱼刺 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的鱼骨头吗 这鸭鱼呢 鸭鱼 鸭鱼 这鸭鱼是哪里吃啊 对对鸭鱼 鸭鱼嘛 你怎么知道 没有鸭鱼 鸭鱼 不知道这个鸭鱼 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它像剑一样嘛 因为我们这里的鸭鱼 里面有一个那个 像剑一样的骨头 可以把剑 鸭鱼这么正宗 关键就看 你的鱼头上面 有没有这把宝剑 所以你的眼就能看出来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 有朋友过来的话 一定要让他带一个这个回去 鸭鱼 学名叫做裂腹鱼 是本地人离不开的一口美味 人们用鸭鱼烹制了各种菜式 还研制出了 二十多道不重样的全鸭鱼宴 足见当地人对于鸭鱼的喜爱 可就在二十多年前 亚安市的鸭鱼 却几乎快要灭绝了 正是邹庆红的出现 让人们还能再次品尝到这种美味 而最让邹庆红引以为傲的是 在亚安人的餐桌上 十条亚鱼就有八条来自他的鱼场 这也让邹庆红成了当地的风云人物 这个珍贵的冷水鱼种 能够上到我们现在的餐桌 他们是功劳是最大的 如果不是他们执着坚持 弓箭精神做一件事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雅鱼 他是一个重量级人 发展起来 才带动我们来搞这个 邹庆红在当地 把快要灭绝的雅鱼 实现了产业化 规模化 而这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一亩鱼塘的效益 能达到16万元 一年轻松卖出上千万元 邹庆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记者采访时 正是邹庆红基地一年最关键的时候 到了亚鱼繁育的季节 今年邹庆红已经孵化出了 100多万尾的亚鱼苗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出的 你看 多不多 这么多 你看 到处都是 这里全是 这每个盆里都是吧 对 每个盆都是 你看 这个盆有多少 这个有十万 一个盆至少十万 十万尾 十万尾 你看 这里多少 今年我们大风收 这起码上百万了 今年亚鱼苗的质量 生长状况都很好 邹庆红爱不释手 第一批的亚鱼苗 已经长到三厘米左右了 今天就要放入正规池塘养殖 这让邹庆红心情大好 还跟记者开起了玩笑 我这区多健康 多强壮 它跟我一样 我也很强壮 这一袋有多重啊这 这个一袋有四十多斤重 那这两袋就有三一百斤了 是啊 我看你完全不觉得累的样子 没有 社会就觉得很累 你看我还可以追一百个服务车给你看 真的假的 对 马上做 这样能做一百个服务车啊 是啊 不信吗 你是直接做了呀这儿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你还行吗这儿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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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 你怎么还做呢 有多少个你数了呗 30个 30个 所以这个没得问题 这一天 邹庆宏是真高兴了 说起雅鱼来 滔滔不绝 而最初想要养雅鱼 是因为邹庆宏听到了一个 让他震惊的消息 雅鱼 本是雅安当地非常常见的一种鱼 可在2000年前后 当地老百姓发现 想买到雅鱼是越来越难 雅安市水务部门的一份报告资料显示 雅鱼的自然存储量 只剩下一万条左右了 邹庆宏也被深深震撼 以前随处可见的雅鱼 为什么会濒临灭绝呢 而这都跟雅鱼的一个特性有关 雅鱼生长得太慢了 慢到什么程度呢 盆里的这两条鱼 小的这条是长了一年的雅鱼 而另一条是长了一年的鲤鱼 你看这就是一年的雅鱼 哪个 这个 这是一年的吗 对 不可能吧 一年的时间就这么一点 对 为啥呀 为什么它这么小 冷水鱼嘛 它小的时候 它吃这个摄氏量不大 而且这个冬天加了它不长 这个经过一个点 完全不长 完全不长 这个鲤鱼一年的量多大 你拿个 这俩都是一年的 都是一年的 你看 那这个对比也太强烈了吧 这个 就是 生长了一年的雅鱼 重量只有五六克 长度也仅仅和鲤鱼的鱼头一样 而雅鱼要想长到一斤上 得需要至少三年的时间 除了生长周期慢 雅鱼当时快要灭绝 还和鱼卵孵化的一个特性有关 这是一条刚刚孵化出来的雅鱼苗 受精卵从孵化到出膜 用了七天的时间 而一般像草鱼 鲤鱼的鱼卵孵化 只需要两天左右 这直接导致了雅鱼自然繁殖 成活率低 这些雅鱼卵约有一百粒 发育状况都很不错 但是要经过漫长的孵化时间 这在其他水生动物 共生的环境中就很危险了 时间越长 被摄食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它相对来说水温比较低 像我们在亚安这边 现在的水温也比较低 所以它产出来过 它那个孵化速度也比较慢 相反水温高一些 所以它会稍微快一些 但是它本身是亚冷水性鱼类 然后水温高了 对它的孵化也不太好 漫长的孵化时间 高要求的生长环境 都是雅鱼在自然条件下 生存的难点 再加上人为因素 到了2000年前后 雅鱼的产量越来越低 可谁都没想到 正是邹庆宏的出现 让当地的亚鱼产业重新发展壮大 还创造出了上千万元的财富 我们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就是我们捡到了老祖宗 就给我们的一个金帆外 其实在邹庆宏之前 当地也有不少专家做过研究 可人工繁育关键技术 一直没突破 邹庆宏觉得自己以前搞过养殖 有人工繁育蝴蝶的经验 如果能繁育出雅鱼 市场潜力无限 看准商机后 邹庆宏开始跑前跑后 只为搜集到这样一种鱼 这个是亚鱼 亚鱼的种鱼 那这个怎么这么大呀 这个还有比的更大的 这有多少斤啊 大的有十多斤 十多斤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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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好大呀这个 你看 那就是咱们捅的的话 咱们种鱼有多少啊 有一两千尾 一两千尾 那这些收集起来不容易吗 不容易 我们收集了二十年了 真的啊 这些鱼都是邹庆宏花了二十年时间 才搜集到的亚鱼种鱼 种鱼是实现亚鱼繁育的关键 当时邹庆宏听说 哪里捕捞到了种鱼 无论多远都赶过去收购 可问题远比它想象中要困难很多 亚鱼生长速度本就缓慢 可以产卵的种鱼 需要长到至少四年以上 非常稀少 让他更想不到的是 不单单是费时费力 一围好的种鱼就要四五百元 光买种鱼 邹庆宏前后就花掉了四十多万元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种鱼 它有什么好处要这么多 因为一个种群 它要形成一个好的品种 它要有一定的数量 种群这个大 它的基因就丰富就多 那像这种群 我们可以筛选出 它更好的那些去繁育是不是 是啊 我们这个就可以在我们这个 种群里面选育嘛 选育好的品种 来这个作为轻鱼 来繁育后代 怎么样 它就算好的种鱼了 你看这个 它的形状 这个健壮 而且那个 很活药 健康 你看形状也挺好 而且它产弹量也挺高 邹庆宏陆续储备了上千维种鱼 数量有了 质量也有了保障 可在孵化阶段 邹庆宏却发现 亚鱼的孵化率很低 小苗总是不到一两天就死掉 能活下来的只有20%左右 邹庆宏反复试验后才发现 原来问题出在孵化桶上 由于受精卵漫长的生长时间 孵化桶内一直翻滚的水流 会影响于卵的发育 很快 邹庆宏就找到了一个办法 将孵化率提高到了80% 采访时 邹庆宏告诉记者 答案就在这一排排的水池里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受精卵 这排下去就这都是吗 都是 受精卵以后 这个要在这里 这个放着两三天不动它 这样它的存活率才高 为什么要需要放两三天 因为它本身这个鱼的 这个不是生长周期长吗 它这个特性和它的基因 就决定这个它的慢 邹庆宏每次先将受精卵 静置两到三天 水温控制在17摄氏度左右 给鱼卵更加充足的发育时间 提高存活率 鱼卵效果特别好 这个你看 存活率特别高 这一网有多少啊 有1万多 而且它这都看着 晶莹剔透的是吧 像这种透明的 就是好的 这种就是好的 就是好的 受精的 那个没有成佛的 这个就是白色的 它就是死蛋 或者是寡蛋 这些白色的 就是没有受精的 对对 你看它受精率就挺高 考着这种方式 邹庆宏将鱼孵化率 提高到80% 当年产量 就增加到了50多万维 解决了鱼繁殖问题 邹庆宏终于松了口气 为了让鱼鱼更好的生长 邹庆宏的基地 还引入了川西河河水 整个鱼场也修建成 30度坡度的阶梯状 形成一个个小瀑布 既增加水中荣养 也更符合鱼自身的生长规律 我看到还有鱼往上跳的 是 是吧 它就是爱这个 涅水而行 涅水而流 是啊 那它不是 它能跳上来吗 能 比这个都可以 这有多棒 有半米嘛 一米一米以上它都可以 我刚刚看有好几条鱼 就冲到这个水池里面来了 是啊 它跳上来了 邹庆宏每天看着活蹦乱跳的鱼 兴奋不已 但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等待 你想 这个繁育出来 你要把它养成三品鱼 要三年多的时间 三年之内我没有卖的 全部是投入 那个时候挺困难 在坚持了三年后 第一批鱼鱼终于出堂了 邹庆宏一下子拥有了 二十多万斤的鱼鱼 这个规模在国内 是绝无仅有的 等了那么久 邹庆宏终于收获了 上千万元的财富 当时经销商来买我们的鱼鱼的时候 是抱着现金 在我们的鱼场上来拉鱼 还要排班 排队 排队 排队来买 口感很好 肉质很洗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干门活动 接下来的六七年里 邹庆宏的生意越做越好 每年都能销售五十万斤的鱼鱼 加上鱼苗的订单 一年就能收入近两千万元 鱼生意顺风顺水 与此同时 邹庆宏还做了另一些准备 他又陆续引进了十多个品种的鱼 计划着更长远的发展 到2013年 累计投资达到五千多万元 可谁都没想到 就在这一年 邹庆宏遇到了一次 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2013年4月20日 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 发生了7.0级地震 地震造成的山体塌方 将整个河道阻断 30多万斤的雅鱼 全部缺水死亡 直到现在 在邹庆宏的基地周边 还能看到地震 留下来的痕迹 当时地震 420地震的时候 你看那个山上 这个垮塌下来的 那个山上啊 对 整个岩石垮下来 这个把湖水 那个河水砸断 形成雁材湖 这里就没有水 当时我们这里的渔场的鱼 基本上全部死完 那一片惨状啊 你想死了那么多 这个当时那么多年的心血 一下没了 这个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啊 都地下一看到的满火都是 都是十月的时候 都哭泣了 这次地震 邹庆宏损失达到了 5800万元 所有人都心灰意冷 邹庆宏尽管心里也难过 但依旧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我为了亚鱼 就是富汤斗火 斗山火海 我都敢穿 当时 邹庆宏仅存了1000多位亚鱼种鱼 想再恢复到以前的企业规模 资金实力都不允许 可没想到 邹庆宏用了一个 常人想不到的办法 迅速翻了身 开辟了当地亚鱼 从来没人见过的卖法 卖出了近1000万元 邹庆宏究竟做了什么呢 当时 邹庆宏考察市场发现 大伙销售的亚鱼规格 都是一斤左右为主 邹庆宏决定 用二三两的小鱼作为突破 虽然从单条鱼的效益角度讲不划算 但邹庆宏拥有的上千尾种鱼 就成了他的核心竞争力 我有这么大的规格 规模 有这么多轻鱼 有批次了嘛 对 形成批次 邹庆宏每年都可以繁育出 四五百万尾的亚鱼苗 除了销售水花苗 邹庆宏还会再卖掉 三分之一的小规格亚鱼 既能降低风险 还能增加资金流转 投入生产 而农户们也只需要再养上一年 就可以上市销售 大伙互惠共赢 而且邹庆宏还发现 小规格亚鱼在市场上 其实也有很大的需求 二三两左右的亚鱼肉质嫩滑 而且刺小细软 吃起来口感更好 现在邹庆宏还跟当地不少餐馆合作 研发出了小规格亚鱼的菜品 深受顾客欢迎 然后推出了一款 我们跟它取名叫青春亚鱼吧 就是那个又很小的亚鱼 把它钓成龙汤 那个鱼的话肉质更细腻 然后非常有味道 特别适合年轻人吃 它的主要口感特点就是鲜和嫩 我觉得是这两点是它独特的这个味道 很细很嫩 然后入口的时候感觉吃着 感觉就是吃了这一块 很想再吃下一块的感觉 二十年来 在邹庆宏的努力下 他不仅实现了自己当初保护亚鱼的梦想 还收获了永远校对生活的勇气 不断经历了这些困难和这个 我现在逐步逐步的变得坚强 变得这个能够 你要说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知耳分 七十而随心所欲 我现在 不说随心所欲嘛 遇到任何困难 我都能够带着笑容的面对 我觉得我还挺年轻 就是到现在 我觉得我也挺年轻 在邹庆宏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想要成就一番事业 需要坚定的决心 需要一份韧劲 创业二十年来 面对各种挑战 邹庆宏始终保持着初心 一路坚持 一路前行 采访时 邹庆宏告诉记者 别看今年自己七十岁了 他还觉得自己很年轻 还要为热爱的事业 继续奋斗下去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制服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别吃 不吸人 本期间 有点 你 邹庆宏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